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希望用科技去解决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9月发表全球竞争力报告 香港受到创新科技评分低的拖累 排名下跌两级到第九位 报告反映香港科技人才不足 亦难吸引私人企业投资科技发展 香港人不需要用科技去做生产 去做生意 而香港人很多就是用钱去赚钱 创科局成立一年 特区政府强调会投放超过180亿元 推动科研产业 究竟在香港投身创新科技 除了钱还面对什么困难呢 其实我们这辆小车来说的功率已经提升了 电池提升了一种新的锂电池 每次充电池都可以走到200公里 其实比较到市场上其他传统各方面的车 这辆车是理工大学电力电子研究中心主任 郑家伟的心血 2007年他和本地车厂合作成功研发香港首架电动车 当年申请很多科研项目 或者找业界的投资都很困难 他们看好这个概念 未必看好这个市场 他们当时想不到科技来说 其实需要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才有一个回报 这个香港品牌连财政司司长曾俊华都试错过 不过因为筹不够钱生产 郑家伟和车厂最后以约一亿港元 将电动车品牌连同技术 卖给一间美国环保车厂 是一个极之可惜的 因为其实是我们本土自研发的品牌 亦是亚洲区最早一个最早电动车品牌 如果买给美国是一个多浪费 你就用笔紫色 你想的地方 你看看 借智恒大学毕业之后 从事医学影像研发 希望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给医院培训外科医生 针对高危的脊椎手术 2015年 他成功研发了一套 虚拟现实技术的医疗训练仪器 被医生在正式手术前 进行无耳手术连习 我们现在这个软件 就是可以令它很立体地看到 令它有一个更加精进的手术规划 令它们手术的时间可以减短 我们现在和医院的合作就是说 通过我们这种手术规划 病人在某一些手术的定位时间减短了 而他们接受到辐射量也减少了 谢志恒去年8月开公司 请了15个员工 打算以香港为基地大展拳脚 但花了三个月 都找不到投资者肯长线投资 11月他决定把公司搬到深圳南山 香港我们找到可能有数码的人支持 但是在私人的基金支持上面 我们的确是寻找不到 香港的投资意向 取向于消费人的市场 所以我们都报个名又不行了 我们也都见过面 他们都很礼貌地叫我们 不如你回去内地找资金 我们就在深圳那里 开始寻找资金 也都很幸运地 我们就碰上我们的天使 他们也都愿意投资在我们的项目上面 这儿就是南山软件产业基地 现在一个新的位置 就是集中了所有的软件 资金或者一些硬件开发 几家大的公司的总部都搬过在这里 这个区基本上是南山 科技发展最活跃的区 年轻人敢于藏身 大学毕业后 做环保政策研究员的Eliot梁怀宇 发现有很多人将不用的物品 就这样扔掉 很浪费 决定以共享经济理念 开网上租借平台 被人互相租借闲置物品 在2014年的时候 就做很多研究 就是关于资源的运用 立刻报告 然后就日想夜想 就放不开这个点子 去到一个位置 我本来不是很意义 这件事其实是可以有得做 但是我一开始想的时候 譬如去朋友家 我需要这件事的时候 譬如有一晚我们好像需要一个火窝 那我们没有 但其实邻居可能有的 最差没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那我就去到一个位置 我就与其继续写报告 不如自己就出来 真的将这件事 由一个理论转化为一种现实 Hello 你好 我是邻居来的 楼上十四楼的 我请你加入 我们有一个网上的群体 是给我们两居之间 互相租借物品的 亨昌习两年前 跟进Elias实践初创意念 当时他逐家逐户拍门 推销意念 现在他的公司 已经申请到数码港 四十三万私座 都借网络平台 有超过一万名会员 我借用物品有四千多件 Elias公司主要收入 是向租借客户双方 抽取服务费 他下一步打算进军新加坡 他说最困难的是 如何向人解释共享概念 例如我们现在和很多用户 来聊天 他们都会说 我为什么要问人家 来借我买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我要改变 我的生活习惯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给他们一个 不同的未来 看的话 他们会觉得其实可以的 如果用一个共享的模式 来取代这种现况 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就是想想象一个这样的未来 从一个梦想来变成一个现实 在大学从事科研的郑家卫教授 去做研究员 向创新及科技基金注资50亿元 又发展科学员和数码讲 但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 2010到2014年 每年研发开支 占本地生产总值GDP 都不多过0.75% 港科院院长徐立茨批评 因此推动科研 正出多门 资助分散 而创科局 未能统筹各个部门 有效分配科研拨款 香港研究的资助金费 是不能集中的地方 现在研究资助局 是属于UGC下面的一个大部分 UGC是跟这个报告的 是教育局 所以这个整个是错配 3 2 1 政府今年初在施政报告中 宣布投放超过180亿元 推动创科发展 包括20亿给院校的中油研发基金 和20亿元创科藏投基金 有业界批评 局方要先成立一个委员会 再商讨创投基金投放方法 程序繁琐 未能解初创企业而未至急 我们全部都有时间表 而且这个时间表 我这里都公布 而且你要了解到 业界一定很重视 我们做事的步骤 就是你不咨询他 他会吵的 但是我们这些东西是 不是慢的 但是问题上 我这里走完 所谓的程序 令到业弊很舒服 你好 想找一些租盘 有没有短租的 例如六个月的那些 现在没有的 为了实践共享经济的理念 梁怀宇亲身做实验 看看如何利用自己的租借平台 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我们公司将来做一个 一个月的模仪计划 在那个月内 我们只是带一个行李箱的东西 在那个月内 一切所需 就是向我们的邻居借入 或者租入 开办网上租借物品平台的梁怀宇 Iliot 希望用真人 示范实验 共享经济理念 在这个模仪的实验当中 我们可能很多 心理上 或者是他预见的问题 或者是他的开心 都会有一个日记去记录 今天是第一天搬进来 第一件事发出了一个征求 是一个充气藏褥 刚刚发出 希望尽快有人回来 否则我今天可能要躺下地 大概有五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走失狗的风险 我们的问题就是open question Iliot的朋友Ringo 林永军 是香港第一批 投身科网的初创企业家 他说香港的 共享经济发展 起步迟 新一代 投身共享经济业务的 初创企业家 很难得位而出 香港整体来说 真的迟了起步 投资这个是有个cycle 那些VC 找公司投的时候 他会偏向跟回那个节奏 如果你是最早的那批 那他一般就可以 风险高一些 但是回报率高 那你越后期出现的公司 就是说前面的公司 已经越来越多 那就是你成功的 机会率其实相对地会低了 Ringo去年成立网上 宠物民宿平台 模仿外国将社企 结合共享经济模式 带来香港 提供宠物酒店以外的选择 Idiot很认同 这个共享经济的新方向 我最想做的就是 透过科技 真的有一个新的生活模式 出来 人们可以想想 其实我过去那二十几年 或者我上一代 父母那一代 他们的做法 其实是否最好的做法 我现在可以做 做些什么是可以更多的 你好 谢谢 两样东西 一个是直纳色的 一个是直纳色的 这个是直纳色的 梁怀宇实验第一个星期 已经借到床育 但他说 很多时候想要租借的物品 不是那么方便拿到 今天需要一个吸塵机 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你看到 上面还没有一件物品 或者附近还没有一件物品 你可以发出一个愿望 我们叫许愿 但我们发觉 许愿这个功能 其实不是很完善 因为如果我今天这样发出 可能是附近所有人都会看到 有个邻居士 有个吸塵机 他们可能会隔几条街 可能太远了 未必会肯这么烦 所以我就领悟到 其实这个许愿功能 有很多改善的空间 结合创新科技和共享经济 成为不少年轻人实践初创意念的新方向 不过 政府的政策和相关法例 是否能够追得上呢 以共享经济模式 轻易營运的电照汽车服务Uber 去年被警方高调执法 拘捕车主和职员 有业界批评事件经过了一年多 但政府到现在还未公布 会否就相关法例修订 展开正式讨论 侄外创科企业发展 我觉得市民不需要为了 因为香港市场没有 我担心到我们很落后 其实香港市场有很多是没有的 但是香港市场有很多是有的 我们现在透视的针和位置 各方面的东西 开发虚拟实景医学影像设备的謝志恒 将公司由香港搬到深圳四个月 就由内地医院使用他套技术 为30个病人进行无耳手术 我们做的东西好处在哪里 一个要把握 而是很抽象的 变成立体的 这些技术已经肯定是接下来 改变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以前的练习 我们可能要做个标本 不是这个患者的 他自己的真实是情形 所以这些是标准化的方案 我们完全可以在针对这个病人 他的情形 我们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之后 我们试试在这里练习 练习 行不行 OK 我再上桌 你可以想象 以前是从来做不到的 现在这些肩膀都要练习 一会儿一定要练习 慢慢地练习 慢慢地练习 进来的时候 手脚都不能动 这么短时间能够恢复 真是奇迹 当你可以见到病人 真的因为这样减少痛苦 增加了信心的时候 你会觉得 酱油 会承计的 那很久 会承计的 乱 为了筹务资金 谢志恒现在经常穿梭深港两地 他认为特区政府虽然不断强调增加拨款 鼓励创货发展 但是在政策和配套上 就欠缺明确方向 难以吸引外资和留住人才 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 我当然很希望 他的技术一定是在世界上领次 我们很多人都领次 但我们真的说不上 在创新和技术上是领次 这种失落感是我这两年很强烈 整个社会没有想过 一个技术其实可以影响到变得 十年一个技术会变变 二十年我们有没有讨论过一个技术 十年到二十年可以影响到什么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很难在前期的时候 就作出一个决定 在哪些方面的投资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公司隔离 因为我们公司隔离也有住宅单位 进行共享经济模拟实验的Eliot 差不多两个星期已经在自己开办的平台 租借了超过十样用品 有一样东西我出乎意料的就是 其实省到很多钱 我昨天计过 如果我要将过往这一个星期 所有我用到的东西 如果我当是正常的 我就去买 好像要花七千多元 但是我现在是百几百元 就可以租回所有东西 都已经未计算一些虚拟实景的游戏 所以要测试每个部件的活动 包括碳能、摩打、电池的性能 成功研发电动车的李大教授郑家伟 2011年开始研究小型电动船 他说现时船只使用柴油燃料 成本比电费贵又不环保 他看好香港电动船市场 其实今天来说 有太阳能 可以控制到船在太阳能之下的操控 其实效果也不错 因为今天这个太阳能足够 可以推动太阳能板 我们是由大埔驾船去里沿门 可能油费要千多元 但用摩打来说 就算我用50kW的摩打 那个电费都是大约一百元 他希望囚集最少50万资金继续研发 但一直都申请不到基金 目前只是靠大学有限的研究经费支援 其实这个科学来说是一个新尝试 所以对这个是新的来说 人们要多时间来消化 主要就是用零排放 去省电的能力 比普通的船再多很多倍 未必个人都明白我们做的事 那你解释比较多些 还有长时间斗争才行 在香港就常有句俗话 就是high tech high year low tech low year 这个讲了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做这个高科技研究 是真的投资的回报 就未必一定肯定的 不是投资得多 就回报越高 既然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这个科创这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要把握 就不要让它走了 łbym 多久了 那 很多一切都不可能 就是一个批评的 评论 最后一切都不可能 没准备的 但是 其实我们要把握 我们能够做 还是要做 走响 只要去做 後面经营 我们不禁除